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基隆市政府拜会市长谢国梁 双方对于直接民主与公投议题进行交流 针对去年的地方公投四街公投案被中央驳回 谢国梁表示感谢考夫曼提供相关的建议 未来可以透过重新架构内容的方向来思考 让市民可以落实意见表达 担任过新闻记者的民主全球论坛 共同发起人考夫曼 对于国际上的公投非常感兴趣 这次特别来拜会基隆市长谢国梁 民政处长张渊祥和纵发处长林立禅 也一同参与交流 谢国梁市长也以去年的地方公投四街公投案 被中央驳回为议题和来访的考夫曼 互相交换意见 并感谢他提供国际经验的建议 未来可以透过修正及重新架构内容的方向 落实让市民可以表达对地方议题的心声 我们非常感谢Mr. Kaufman 因为他们的国际组织拥有很多国家 协助过很多国家这些公投的经验 那我们就分享了最近我们的世界公投 什么碰到的困难 那他也给我们很好的建议 就是说可以透过重新架构文字跟一些我们的法条 去允许民众还是可以拥有表达意见的权利 因为最后我们不管是什么文字 我们还是希望基隆的民众能够针对基隆的环境 跟能源的平衡来表达一个这样的意见 那另外基隆未来也将加入这个 Swiss Democracy Foundation 这个瑞士发起的这个国际公投组织 那我觉得这个也对未来的 不管是台湾的公投也好 基隆在地的地方性的公投也好 我想这个也算是迈出了一步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 要提议让基隆未来有更多的 这个direct democracy 就是这个公投能够在基隆能够民众站出来投票 对于地方议题 不是只有地方的政治人物 对地方议题来表达他们的心声 对因为现在可能有的民众不知道 就是地方的世界公投虽然联署成功 但却被中央政府驳回 理由是这个不属于地方自治事项 但我认为一个能源跟环境的平衡 最起码基隆市民绝对是有能力 而且有资格表达意见的 所以就这个部分 我们会去思考如何解套 让民众还是能够针对世界 有表达意见的权利 克福范先生代表 来这边对市场做拜访 为什么会来基隆市呢 因为他也听说基隆市 小孩爸爸国粮市场 对直接民主这样的工作 尤其在公民投票 在线上的网络的这种政策的论坛 叫iVoting等等 甚至直接的跟最基层的政府机关 所谓的领长 不只是里长有更频繁的接触 这是他听到非常景仰 所以特别过来基隆市 那由我们台湾的这个复数票学会 张天爽理事长来安排 民政处长张渊祥说 谢果良市长很重视直接民主 请听民众的声音 2月8号起就要展开 与全市领长的座谈 民政处正在积极规划安排 市长非常非常直接的 想要让民众发挥声音 也直接的跟民众最基层的 从2月8号起 我们也会市长要把 基隆市157个里的领长 都会请他来市政府 跟市长做座谈 这是市长展现跟民众 最直接接触的一个很大的举动 也是有史以来的创举 在民主全球论坛 共同发起人考富曼的邀请下 基隆未来将加入 由瑞士发起的国际性公投组织 倡议让民众能对地方议题 表达心声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市长谢果良 再次向新北市长侯友宜借降 延览新北市教育局 特殊教育科科长刘美兰 担任基隆市教育处处长 曾经在基隆服务的刘处长表示 很高兴回到基隆 将在市长谢果良的领导下 共同创造教育新愿景 那刘处长过去也曾经服务于 基隆市教育处 然后他在来以前是担任 新北市这个特教教育局 特教科的科长 那能够邀请他回来 为基隆服务 特别感到开心 那我们今天碰面的时候 我也特别拜托他因为小爱爸爸 也是一个特教孩子的家长 所以我特别也请他担任处长 未来也对一般孩子 但也对特教的孩子 要多用心来协助跟帮助 基隆市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地方 那我们在教育里面 其实拔尖扶弱更是最重要的 而且有我们每次在谈的 就是拔尖扶弱雇中间 每一个孩子在适性养财的部分 期待能够让所有的家长安心 那在整个教育处之前 所有的处长 还有所有同仁的努力之下 奠基了非常好的基础 那相信我在国良市长的一个领导之下 我们能够再串我们基隆教育美好的一面 然后也能够教育A+. 那我也很开心他能够来到 这个基隆回乡来服务这样子 所以我也跟侯市长有当众通上话 那他也说 美兰真的是很优秀的公务员 不过你们基隆如果有这个需要 他也愿意来帮忙 新北愿意支持 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 非常感谢新北的大力支持 在这个公务处跟在教育处 都是新北市很优秀的公务员 来担任我们的首长 谢果良市长说 欢迎刘美兰处长加入市府团队 未来也期许教育处 能尽力为孩子的教育 用心服务与协助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冷暖区重要的连外道路上人街 因为自爱水公司在国安路 进行管线态换工程 出现了路面摊线 边坡滑动 造成下方上人街挡土墙 出现均裂的情况 立委蔡生应特别邀请 来自爱水公司 及基隆市政府公务处等单位 一到现场会开 要求水公司在2月完成规划设计 3月施工 希望赶在4月梅雨季节来临前 修复完全 维护来往人车的安全 基隆市上人街来往车辆频繁 不过这一段的挡土墙 却出现均裂状况 原来是债水公司在上方 国安路进行管线态换工程时 因为碰到去年底的好大雨 造成回天土方被冲刷 国安路路面塌陷 边坡滑动 下方上人街挡土墙也受到影响 连一旁电线杆都歪斜一侧 让当地里长相当忧心 在接货反应后 立法人蔡世英特别邀急 借用市政府公务处致癌水公司 及软软区工作等单位到场会刊 最后决议要求水公司 在二月完成规划设计 三月发包施工 希望赶在四月梅雨季前完工 以维护来往人车的安全 因应四月开始的梅雨季节 那刚才我也跟我们议员 有特别要求厂商水公司这边 能够在二月份完成设计的部分 三月份能够来动工 工期大概一个月左右 希望在四月初以前 能够整个完成 那避免梅雨期来的时候 造成这个地方的山坡地的危害 那我想我很高兴 今天我们及早有发现 所以我们现在马上来做后续的处理 共同出席会刊的 金融市员林敏勋表示 上人街这个路段较为狭小 又是软软区重要的连外道路 希望相关修复工程能加速完成 因为这个很尝试 那个摩托车行驶的地方 那如果真的有落实下来 还是说编驳有些危害 对这个路人 这都造成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伤害跟危险 那我们希望可以赶快 来把它做一个完成 金融市政府工作方面 也强调会请赶水公司方面 紧速设计完成 提报给金融市政府审核 加快整个工程进度 市府这边也会平行的 针对它设计的内容 来加速的审查 那我们也希望水公司赶快 在三月让这个 档土的工程赶快执行 那四月赶快完工 那我们市府会尽量的配合 赶水公司方面预计将编列 一千六百万元的经费 先在上人街挡土墙军列处 新建高两米 长32公尺的挡土墙 并利用H缸加固 上人街边坡 待挡土墙建置完成 再重新薄铺 国安路的路面 记者张琪辰 金融报导 又是酒驾球态 百出的状况 金融东岸商场旁的人一路 有一辆车停在马路中央 停了好久都没有动静 紧销货报后到场才发现 驾驶睡着了 还好没有酿成大火 大马路上红灯转成绿灯 车子纷纷往前开 但马路上这辆银色轿车 却一动也不动 其他用路人只好闪过它 上班尖锋时间 车辆停在路中央 到底是故障抛锚 还是驾驶不舒服 原警和消防员获报赶到现场 一度以为驾驶昏迷 后来才判定应该是睡着了 只是怎么叫都叫不醒 只好使出这招 猛力摇晃加上拍打车窗 驾驶终于醒了 车子急火 你还滴档 你还滴档 滴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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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超级起火 你下来 你先起火 车门一打开 就闻到浓浓酒味 驾驶似乎还没醒 原来一号早上八点多 就用东岸商场旁的人一路上 二十七岁的松信男子 喝酒喝到清晨 原本想要开车回家 却在途中不生酒粒 当场睡着 二十多岁松信男子 在市区喝酒后 驾车回家 在等一天的红绿灯时 昏睡在车上 脚还踩了刹车 打着低档 经警方后报到场 酒册值为零点六六 训闭后 以公共危险 移送 寄用地检 酒驾又睡着 真的很危险 还好驾驶没有踩到油门 不然后果 不堪设想 男子被叫醒 最后被依 公共危险罪 移送法办 记者 黄绍铭 金融报道 外来回应金融乡亲 对中家宽平 金融的长期支持 秉持顾客 导向的服务理念 金融地区 第二家门市 正式开幕启用 即日起到3月7号 只要到门市 申办光鲜上网方案 不仅有限时优惠价格 更有优惠老客户的 专属方案 在中家宽平业务事业处 副总经理林聪俊 管理本部副总经理陈协和 吉隆有线电视公司 总经理李雨萍 以及北区门市服务处 协理林金燕 和服务部副理李广志 共同剪彩 中家宽平 吉隆中山门市 正式开幕启用 立刻就有客户进来 中山门市申办相关服务 也非常肯定 中山门市对客户 以及民众的便利性 曾立中家宽平吉隆 第二家门市 就是为了回应吉隆乡亲 对中家宽平吉隆的 长期支持 秉持顾客导向的服务理念 特地挑选市中心位置 开设吉隆地区第二家门市 也就是为在中山区 西定路10号的中家宽平吉隆 中山门市正式开幕启用 将提供乡亲们更便利的服务 以及更多物超所值的宽平方案 及多元智慧生活服务 首先我想先感谢所有吉隆的乡亲 对中家宽平长期的支持 那我们公司呢 也秉持这个顾客服务的这个理念 在市中心开设的第二家的门市 其实是具体回应这个在地居民的期待 让所有这个吉隆的乡亲 能够更便利 能够更省心的来体验我们的服务 不用跑到那个七堵的门市去 那未来呢 我们在这个服务据点里面的服务 会一直在提升 然后提供更物超所值的这个宽平的方案 以及智慧生活的服务 让所有民众都能够很轻松的享受 高品质的这个家庭的宽平服务 中家宽平业务事业处副总经理林聪俊 更带来好消息 从正式开幕到3月7号为止 一个多月期间 到门市申办光纤上网方案 不仅有现实优惠价格 更有优惠老客户的专属方案哦 从今天2月1号起到3月7号 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只要我们的用户来门市申办宽平服务 光纤的宽平服务 就可以用599元起的 现实优惠价格够得 那同时我们会帮您升级到 Home Plus 4K智慧机上盒 再送你数位合家餐 全家一起开电视都不用钱 那如果您是中家宽平的老客户 更可以享受老客户专属的优惠专案 而庆祝中家宽平吉隆中山门市开幕 更特地推出金兔呱呱乐活动 欢迎乡亲好朋友来中山门市参观 试试手气 就有机会刮中最大礼2000元礼券 等各项好礼哦 另外呢 我们为了金兔兔年 又在这个开幕的前五天 也就是今天一直到2月5号起 只要民众来我们门市 我们推出金兔呱呱乐的活动 所以希望每一位民众 能够天天来我们门市 开幕现场也涌入许多钱来参观 中家宽平吉隆各项崭新服务的 乡亲好朋友们到老类 更现场试手气 果然观众不同的各项好礼 而服务处就在附近的 吉隆市议会前议长宋伟丽 也亲自立临中家宽平吉隆中山门市参观 对于中家宽平吉隆 提供民众更便利优质的服务 表示高度肯定和期许 非常感谢我们中家宽平 到我们中山区 这个西定路10号 这边设立一个门市部 让我们以后有任何问题更便利 我想对于 不管对中山还是安乐 以及仁爱 或者是大家缴费的话 也可以到这门市部来 金兔呱呱乐活动 将从2月1号到2月5号为止 欢迎相亲好朋友把握机会 前来中家宽平吉隆中山门市参观 市首气重大奖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导 终于可以接的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家宽平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隔间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家宽平 搭配Mesh盛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家宽平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海龟实验室 10年前开始救援受伤的海龟 但新春后却抛出了震撼弹 宣布暂停受伤海龟的救援 但是还是会帮忙 转介给其他的救援团队 可爱的海龟 HOLA 106年 被海大实验室救援 身体康复了他 回放到大海 直见他大力的拍动四肢 在沙滩上前行 这样的场景 对海洋大学海龟救援团队来说 几乎常常上演 不过就在新年开春 丢出了震撼弹 未来救援行动 暂时要交给别人 现在主要是助理的薪水 之前那时候 我们刚还没拿到计划之前 欠了将近100万 因为你是标案 所以标案之前 那是不给钱的 国立海洋大学海龟实验室 31年前展开海龟调查 10年前开始救援受伤海龟 但近日贴出了一叠账单 表示因为经费和人力不足 加上被质疑救援海龟相关的专业能力 因此突然宣布 决定暂停海龟救援计划 我心里想说 我做了20年研究 然后你告诉我 你这个从捞鱼的进来告诉我 保育应该怎么做 因为他们游戏署来的 台东分所 他们台东分所 都如何做捞鱼 如何游戏技术 然后你海龟保育应该这样做 中央主管单位 你应该尊重专业 那不要那不要的话 那就是随意嘛 口语中无奈又有点气愤 尽管暂时不再救海龟 但海大人会帮忙协调救援团队 不让受伤海龟 因为没有人救援而死亡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四年前展开后的保育行动 在朝近海洋中心 建立了北部后富裕保育基地 致力收容及救治北部地区 误补的成后 现在就跟着葛玉轩博士 一窥活化石后 钢窥下的秘密 看葛博士进入后持伸手矫健 四年前开始成立后的富裕基地 每年都会收容误补的后 并进行救治 就是我们在和平岔鱼港 会收这些渔民误补的后 然后有一些后 因为它捕捞的时候 可能因为捕捞的过程 或者是它跟鱼团有什么碰撞 身上都有一些伤口 然后有些伤口很严重 像这支就有裂缝 伤口很严重的 我们续养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后 它就会死亡 然后这些后我们会留下作为标本的教学使用 现在我们收到的后啊 一年大概都会收到20到30支左右 然后受伤的几率差不多是三成到四成 所以它其实受伤几率还蛮高的 我们一般都是收到受伤的后 我们就救伤试试看 有一些的后运气比较好 它伤到比较不严重的地方 它还是有机会可以活下来 那这个伤到前面这个内脏区域 比较丰富的地方 就不容易存活 拥有蓝色血液 价格不菲的后 是检验药品是否收到细菌污染的重要生物试剂 通常成双成对 供的后从上方抱住母后 想要辨别雄词可翻开钢盔一探究竟 母后前面的脚都是夹子 母后前面的脚都是小夹子 她的脚都是小夹子 这支就是公后 她的头很明显就不太一样 然后她的头稍微有往上凸起来一些 然后有两个凹缺的地方 这两个凹缺的地方 是为了要从后面抱住母后的 然后她从后面夹住母后的时候 这个位置会比较贴合母后的位置 发现她勾直勾住的位置 就是我们刚刚讲 她勾住母后的那个位置上 然后她就是勾住她 后又称夫妻鱼 也有人称马蹄蟹 透过保育调查研究 海科馆进行的后保育计划 深入全台21所国中小校园友城 专让学生认识台湾后的栖息生态外 也能了解他们面临的危机 及如何存续 让这对人类生活与医学 有贡献的活化石 继续生存下去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台湾灯会开幕在即 不少灯区逐渐开展 台北市政府市政大楼 与台北101重磅登场的 五分钟光雕共演秀 非常强烟 是台北市蒋万安吉利推荐必看的作品之一 还有与赖业者合作的互动体验 将带给民众全新的视觉感受 台北市政府市政大楼与台北101重磅登场的 五分钟光雕共演秀 透过声光效果转折 刻画台北城市的心情及变化 给民众前所未有的声光视觉饗宴 这是两个北市地标首次合作共演 在台湾灯会期间 每日下午五点十五到晚上九点四十五 每半小时展演一次 也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吉利推荐必看的灯室之一 在台北市我们举办台湾灯会 一个城市光廊的概念 所以从我们信义商圈 台北101市府 一路到国富纪念馆 松烟文创大巨蛋 到东区商圈 一整个廊带都有各式各样的灯室 台北市十二个行政区 每一区也都有主题灯室 那这一次我们未来展区 我想大家可以看到 是在我们信义商圈 以及四四南村 我们结合了时尚潮流 以及眷村的文化 同样的这一次台北市政府 也与台北101合作 我们将会有长达五分钟的 光雕秀 所以大家可以前来欣赏 全世界最高的花灯秀 另一方面 我们这一次也邀请了 有超过百年历史的文资团体 台北 道江林安社 以及我们也邀请了包括韩国 日本等表演团体 前来共襄盛举 所以预计会有五百人的 采接游行 还会有超过三百五十场次的 表演团体 街头艺人等等 大家会在这个未来展区 尽情的发挥 让所有前来欣赏的民众 都感受到我们这一次 未来展区的热闹 此外灯会也携手赖 以智慧城市撤展概念出发 呈现多元内容 打造城市观光与灯会互动体验 胸大与胸赞 难得同台卖谋 陪大家走访灯会 有关于我们整个灯会 从所有的导览 到我们的灯区的介绍 到整个台北市的美食 或者是交通的各种资讯的提供 在LINE的平台上面都找得到 所以还没有来灯会之前 你就已经可以先在这个平台上面 透过策展的内容 规划你来台北灯会的行程 而你一旦进入到台北灯会的 四大灯区之后呢 还会被我们在现场所布置的 350颗LINE Beacon蓝牙讯号发射器 为您做灯会的四大灯区的 一个智慧推播 包括灯区的介绍 包括现场的美食 包括周边的商家的踩点优惠 以及进出灯区的交通导览 各种辨明的资讯 都可以经由这个LINE Beacon的推播 在你的手机的LINE里面 收到 我们希望提供民众这样一个 非常融合在一起的 从线上到线下的一个 灯会的一个参观旅游的一个体验 我们也非常兴奋 特别带来我们LINE Friends的 明星角色熊大和他的朋友们 来和我们市政府的超人气吉祥物熊赞 联名 推出了各种各样的联名商品 联名的贴图等等 亏为23年台湾灯会再回台北 横跨多个城市地标 官船局长也以少量多餐的模式 形容这次逛展全新体验 那这一次跟其他的灯会最大的不同是 以前都是在 就是漂移到各县市都是一个空地 无中生有 大家好像觉得一次吃到饱 可是台北灯会就不一样 他横跨五个捷运站中校复兴 中校敦化 国父纪念馆 台北市政府跟101 那他就可以中校东路走九遍 其实表示说你可以少量多餐 一直来一直来 因为他的涵盖内容呢 又跟以前不一样是 以前因为是一个空地 他没有地景 他只是把很多作品就放在一起 可是这一次台北灯会呢 基本上就能够 你可以看到你拍的照片 你可以按下快门的时候 你可能跟国父纪念馆交会 你也可能跟101交会 你跟我们台北很多的地标交会 那同样的在城市行销里面 他的效益更大 因为其实台湾灯会是一个国际品牌 那在这疫情三年来 我们一直没有办法 因为国际的没有完全开放 那一段时间 我们台湾一直没有办法被看见 那现在我们台湾国际已经稍微开放 可是国际市场一定要用最快的方式 才有办法让国际观光客来到我们这 那这一次台湾灯会在台北 又结合像我们这一次城市型的规划 他跟地标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随着大家分享的照片 他就可以用最快速的方式 把台湾台北就是行销到全世界 所以我想这一次其实最大的不同 应该在于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 跟国际的朋友一起在宣告 台湾欢迎大家 那当然从饮食来说 以前空地无中生有只能靠流动摊反 可是我们这一次的东区是美食的一级战区 你可以吃很便宜的 你也可以吃米其林的 很高档的 你可以坐进店里面好好的去享用 所以这一次其实不管是在可看性 城市行销跟美食这个部分 其实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5号灯会正式展开 作品超过300件 不少作品日夜皆美 串联周边美食 街道风景 独具魅力 民众甚至可以二刷 甚至三刷灯会展区 漫步欣赏艺术入景的特色作品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